基隆是否应该升格为大基隆市或是北海市避免被边缘化呢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咨询市长林又昌日前提出的这个建议 其实跟他在18届开始担任议员时就提案的内容是英雄所见雷同 不过林又昌却被台北市长柯文泽酸是为了选举操作 你日前有提的这个很好提的是什么 市长申格啊大基隆这个在本席第一届18届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提案啊 你刚才就聆我就提案 因为你这个跟我英雄所见雷同啊 都一样都看了一样啊啦我想但是啊你被柯文泽酸了啊柯市长酸了啊 不过选举的时候才拿出来讲啊没选举的时候怎么不出来讲 还有说你有跟他又跟他回复啊啊选举的时候才有人看啊 其实啊你们两个其实都倒不必要打来打去 因为怎么样呢市长你刚出啊对于本席上一次所提的任主归宗啊 什么任主归宗 第好名给他讲的话 当一个首长地方第好名已经要知道 所以第好名是什么呢 金铁教教 以前的家人第五名 金包里布金铁教教 金包里布的指新北市金山万里 家人布就是基隆市中山安乐信义仁爱 然后中正加上新北市的内方地区的部分区 调来三条部三条部的新北市的平西双西共僚区这三区 市长林耀昌大逊室表示最新媒体的民调指出 基隆市民以及新北市靠海的七个行政区民众对于病入基隆市支持都是大于反对 真理越辩越明 我想对于你的意见 我想我也是支持跟认同 那不过我们说法上是不是稍微修正调整一下 我们不要是不是不要讲说所谓的认主归宗 我想应该是站在县市平权 然后所有的人民应该共享共同的这种权利跟制度 共荣共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态度 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整合 是为了整个生活圈好 那我们愿意来努力 那最新的媒体的民调也显示 不管是基隆市民还是这个新北的海边的七个区的民众 其实支持都是大于反对 那我觉得真理越辩越明 然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讨论凝聚共识 然后最后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因为明年要修宪 那而且明年因为是选举年 我们平常在谈行政区话的时候 说实在这个课题 我在好几年前 我也曾经都讲了很多次 也并不是现在才提这个课题 大家如果去翻 去找我过去的一个发言 都可以知道说 我这样的一个主张在过去 其实提了很多次 谢谢 张耿辉强调 不只要拼升格为大基隆市 更要市港合一 才能把基隆恢复为国际认证的世界级大港 他个人支持市长继续推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 好 好